幸福好时光你今天心情好吗 婚姻到什么样的地步不能够忍受呢 我前不久看到的其实是一个蛮八卦的新闻 但是也有一些感想就说说看吧 有一个女明星我们不要说她的名字 那她说呢 她其实离婚的原因就是因为前夫的行为令人心寒 那到底有多心寒呢 她说因为她跟她的前夫是就学长学妹就校园的那一对 认识的时候知道先生家里的经济情况不是很好 有卡在 所以这女生很体贴 消费的习惯都是各付各的 就是所谓的AA制 我相信呢 大概好人家的女孩都是这样吧 就是也不太好意思别人帮你付太多钱 那不是大家分开付 就是你先付下次我付 那至少都不能够只是女生一个人付 对不对 当然现在我也必须替男人说点话 如果一个女生跟你交往什么都是你付 我就以前曾经遇过一个人跟我投诉说 是的每次钱都是我付 这是一个男生了可是呢 有一天我请他去帮我买一瓶可乐的时候 连那25块他都要来跟我拿钱 这样也太过分了吧 的确我也觉得这样女生也是很过分的 好那么后来呢 这个女明星就是20出头的时候啊 就先有后婚嘛 妈妈还问他说你确定要嫁给这个人吗 那因为他已经习惯了 他就保持他的AA制 也不觉得有问题 但是啊 其实很多婚姻之后持续不下去 之前就应该已经预定了 随着相处的时间变长 那这位女明星就发现前夫很斤斤计较 比如说他第一胎难产 医生就建议要改剖腹 剖腹比较花钱嘛 他出院呢 抱着孩子出来 前夫讲的第一句话是说 你那个剖腹的两万多块做完月子要还给我 我觉得这个应该很难忍耐了 那么因为是非自愿剖腹 那前夫说你这个保险也应该要几付嘛 所以你要还给我也是对的 完全先不计较 就说先看看孩子就先讲这句话 难怪会心寒 那又有多节俭呢 他又提到说前夫开车要载他出去的时候 也会哦 就是开到加油站 然后呢 叫他先支付油钱 先把油箱加满 那后来呢 这女孩还生了两胎 然后麻烦老公帮忙买尿布的时候 竟然这个人会问他说 那尿布多少钱啊 这个太太觉得很傻眼 哎 这小孩都生两个了 要你呢 买尿布回来 你也不知道多少钱 其实他不用傻眼啊 是因为他没有让这个男人付过尿布的钱 其实你说什么价值观 价值观也可能是价格观啊 如果两个人的金钱观不一样 一个人呢 刚开始那么节省 你会觉得说 哇好棒棒哦 他应该不会败家 但不好意思任何东西都要往两方面想 后来女明星就已经 这离婚了哦 但是其实他后来也说了 他们这一家人呢 脾气都不错 所以可以和平离婚 现在可以和平共处 但是你想想看 这多委屈啊 有些人呢 他小气是因为他真的没有钱赋 那么你也许是应该要体谅一下 可是有些人不是 因为那个小气已经深深的进入他的性格里面 他那种小气会跟自私连结在一起 那么就一定要小心了 有些时候要踩煞车 真的还要早点踩 否则你看看 如果结婚之后 妈妈老是 这一定会生气的 老是在家里 跟小孩说 学费啊 去跟你爸爸要 然后爸爸就说 哎呦 我现在没钱 你跟你妈妈要好不好 小孩就在金钱上被踢皮球 我真的不相信 这是一个美好的原生家庭 或小孩可以学到什么 他会学到的就叫做 你不爱我 所以理财观很重要 但是那个理财观还包含 就是你是不是可以对金钱观有所改变 不要完全受到原生家庭的影响 或者是当你收入变得很富裕了 那你还是维持着之前那种小气 与斤斤计较的习惯 这一点其实应该是 你对金钱应该是随着 你慢慢变有钱而放宽的 那话说回来 真的太小气的人 在我看来也不会有钱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他舍不得对别人好 然后建立某一种就是关系 其实人之间不是互相往来嘛 你当然不需要大方到谁来借钱 你都借给人家 可是你偶尔在行有余力的时候 帮朋友买点东西 至少他叫你去买可乐食 你不要说也要25块拿来 是不是 我觉得这一点真的是很重要 而且这社会上是这样 有很多明眼人 他嘴里不讲 可是他眼里全部都是看见的 就算是一个富翁也是一样 我之前曾经跟一个非常非常有钱的企业家 他是我的长辈 那他这个就是有一个姻缘 就跟他还有他的秘书去吃饭 后来我去付钱 那么这位企业家就觉得说 然后他后来就还蛮感动的 跟我说其实那个钱没有多少钱 大概就几千块 他跟我说 我这辈子活到现在就只有一个人 而且还是一个女生 他来请我吃饭帮我付钱 因为大家都在等他付钱 因为主要是我跟他只是一个长辈跟晚辈的关系 我觉得我请他吃饭 别的我请不起 请一顿饭总可以吧 那后来你就会发现 这个人他也许见过很多人 他谁都不记得 但是他是记得你的 因为他知道这个人并不小气 其实理财当然很重要 那么最近有一种状况 也就是你有沒有发现 所有的房屋网站都说房子要跌要跌 但是在民间的反应却是 好像没有跌 大部分的地方还是在涨 那到底房子到现在是什么状况呢 当然也有人会问我很笼统的问题 现在房子值不值得投资 我说不好意思 因为问我的人大概不到30岁 我说你家是很有钱嘛 才讲到投资房子 幸福好时光 我们今天访问的是投资房 应该是包租工专家陶迪 你好 大楼姐好 大家好 我是陶迪 买房也买自由 小资族的财富翻身之路 陶迪以前来过我们节目了 对不对 所以他已经告诉我们就是 他从上海回来一无所有 然后就靠着某一些买房的概念 那现在呢 到底有几间房呢 说买的吗 没有啦 租的有几间 我就知道 我每次问大家好 什么营业额 没有人会告诉我 没有你可以选择不要讲 那正在做租赁的 那个有几间 我还是维持小小的规模 就是如果以门牌的话 大概是三四十个地址 这很多了耶 这什么叫小小的规模 很多人都说几百间啊 但他们可能是用房间数去杀 对对对 而且但你是自己在管嘛 对等于是一个资产管理公司 是是是 对对 但很多人那个就是 我也有几间啊 但是就是你知道吗 我们就是叫那个 不管住 嗯嗯嗯 这样最幸福了 对其实不管是很幸福 但是偶尔也会出点事 哈哈哈哈哈哈 好那我们今天就来讲 这本书 买房也买自由 我后来在想想 就是想理财这件事 说到底要不要有房子 其实投资物跟自助 是一定要分开来的吧 在概念上 因为如果很多人就是自助 也想搞投资 投资也想搞自助 是 他什么都要哦 这样子最后选出来的房子 可能就会有点似不像 通常后来就都不会买 因为手上的钱也不是很少 所以建立买房概念很重要 你看一下现在的局势 到底是怎么样啊 我很知道真的 嗯 中央大概不希望房价 就在选举权 有太多 哎我干嘛一直讲选举 没有 不希望房价 本来就不应该有太大的涨幅 其实全世界政府 没有人会希望房价是崩跌的 但是对 这就是最大问题 因为他 他是一个在那个 就是国民的财富里面 他占太大的数额 他一崩跌的话 对 所有的人信心会崩盘 因为你家都跌了 就跟日本一样嘛 房子都跌了 你就会拮据消费 对 因为有很多人是背着 几百万上千万的贷款 那你看最近那个台湾各地啊 嗯 到底真的有崩跌吗 我看到了很多有人说 什么台南在崩跌 台北我看是没有啦 我觉得今年 因为是第一年刚盘整 所以其实每个地方 真的都很不一样 嗯 就是一直会有人说 哎好像开始降价 有开始跌 可是永远也会听到 有人说没有啊 我这边都没有跌 所以其实今年是有点乱 台北是真的没有 我说真的 嗯嗯嗯 但是南部我不太清楚 因为当时什么台积电啊 或者是什么 真的草太高了 嗯 我觉得区域的表现会不太一样 像比方说是新竹的话 嗯 竹北那边 你就几乎 因为它一直都是供不应求 你就很难听到它有跌 嗯 那可能像台南少部分地区 之前本来就是供给量太大 可是本身又是 其实是蛋白区 是 这样的地方就会跌得很厉害 嗯 你看哦 就是我前不久有看到这个新闻 嗯 也就是李嘉诚哦 让那个香港的房市血流成河 他把他的新的预售屋哦 就七折销售 嗯 创下七年新低价 然后当他一打七折 我真的香港人真狠 六百二十六户啊 就不到十二小时玩家 其实我看到这个很懊恼 你知道吗 为什么 因为我想去 哈哈哈哈 没买到是吗 对 因为我一年以前已经把香港的房子卖掉 然后 就可以降价成这个样子 那很多人都说 就是那个 蛋白区姐你只进去过一次那一间吗 对对对 我就进去过 没有我买他的时候有进去 卖他的时候也有进去 就两次 哈哈哈哈 但是有有赚钱啊 因为香港房子是真的涨很多 嗯 可是有时候我看到这种新闻 你就会有两面解读 你知道一边就说香港完蛋了 对不对 连李嘉诚都都在抛售了 抛售了 但李嘉诚有时候 因为他钱多到已经 你不知道该怎么说 他也许是 我觉得是可能跟政权有一些 卡到或怎么样 是有可能 但你要看的不是卖欺责 你要看到是买盘怎么那么强劲啊 嗯 对不对 如果还是有刚需的话 大家还是会买 但是 无可会言啊 我觉得最近的房子 就虽然买方还是很坚持 但是 刹价的幅度 当然有比当时是卖方市场的时候 好一些 有松动一点点 对不对 对 好 那么我们来看 谈谈你的书吧 里面有一些概念 跟一般人 就是大家嘴里在那边乱讲的不太一样 比如说 来 这个 买房应该先画把再射件 还有学投资买房会人才两师 那先说 先画把再射件是什么意思 因为我常常听到很多人他会说我买不起房 嗯 对 那我通常听到这个我就会问他说 诶那你最近有看什么房子吗 嗯 然后投期款还差多少 嗯 然后房贷算过了吗 就答案是都没有 你太认真人家在抱怨而已 我后来真的发现大部分讲这句 其实他就是单纯的抱怨 嗯 那他其实是没有在看房的人 对就是对于一些 其实如果你对于 如果你真心想要买房 你对一些基本盘或观察 嗯 或你家就算你喜欢那个区 我都有订阅有没有 比如说像好房网啊 嗯 就他会告诉你说实际上登录到多少 你没有买但你看一看呗 对对对 嗯 对所以我是想要告诉大家说 如果你是真的想要买房 你把买房当作一个人生很重要的一个目标的话 那你应该先走出去看 是 你至少实际算过 然后你那个付款表一拉出来 你才会知道 你是不是真的离头期款很远 还是说你可以制定一个目标吗 所以你至少有一个具体的数字 你才会可以去算 是 有时候人家都帮你算好了 虽然他们算的未必准 对不对 因为你可以订阅你喜欢那区的房源 反正又不用钱 对啊 看房不用钱嘛 就是鼓励大家 如果你有想 幸福好时光 好 我们今天请陶迪来讲讲 他的新书 大家如果真的买房子的话 不要在要买的时候 然后才来问人家说 我买那个好不好 反正谈到钱的事 总有人会骗你 你不如这看本书 自己有一些底 买房也买自由 我是蛮赞成的啦 因为常常会发现 如果一个人 你看年轻人 你问他一下 他说 你问他 他有没有房子 他说我已经买了 他脸上是有自信的 但是如果他到30岁 或35岁 他会说 我就买不起啊 其实那也代表 他通常也把他手上的薪水 用光光 你也不要以为 他真的有去做什么定期定额投资 对不对 好那 除非家里真的给你很多房子啦 那就算了 否则 你可能要考虑 真的有房有自由 跟别人住在一起 寄人篱下 这句话 从古到今都有 我觉得有一部分观念 跟淡如姐蛮一致 就是说 我们都觉得说 其实我们第一间房子 都没有拿来自住 这就很妙对不对 对因为 像我自己 那时候 2016刚回台湾 自己在台北租房子 我不是租了一个36000的房子吗 是 所以人家就说 你不会去买房子吗 一个月付36000给房东 所以我后来就真的去买了吗 那我一样子 一样每个月付36000出去 我后来就觉得说 我在同样的区域 然后我每个月付一样的钱 可是我用买的房子 买到就是一个 非常残破的老公寓 那我36000租的 是一个高级的电梯社区 什么健身房管理员那些都 那你的残破老公寓有租源吗 后来就是租源 我一开始是抱着我想要自住的心情去 后来觉得还是住不进去 后来就是我到现在还在修漏水的问题 但是那个房子还是增值了对不对 他还是增值没有错 那只是我后来就想通一件事情就是 如果我只想要解决自己的居住问题 其实在现在双北市房价这么高的地方 我用租的反而是可以租的更好 你的概念很清楚 我当时是不得已 因为我第一间房子买在宜兰 你知道那时候我手上只有多少钱吗 但那年我只有24岁 我手上就是平常省之前用家教还有稿费 大学才刚毕业就第一年 工作的第一年 不对那时候还在念研究所吧 然后我就付了当时一间房子公寓 只要将近有40平了 这一年只要两百多万 两百多万 不对我说错了 只要一百万 你相不相信 那时候台北在涨 我是真的买不起啊 台北已经在涨了 但说的说是买不起 台北那时候也不过五六百万 真的 但是就是没有钱 我就只有六十万嘛 那后台就在宜兰买个房子 然后租给一个医院当宿舍 那就有租金啊 他就可以cover 那我自己在台北也是租房子啊 因为那个是 不是说我们第一间房一定不要自住 而是你想住的那地方 你真的还买不起 对对对对对没错 像我身边就是 因为现在四十多岁嘛 然后身边的朋友 也是很多会开始步入说 到底要继续租房还是买房 那大家也知道就是台北市现在房价就是这样 那每次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 大部分人都说 对我想买 可是每次去看了几间就打退堂股 对对对对对对. 就是觉得买不起 然后打退堂股也还好啦 就暂时退堂股 但你可以保持观察嘛 那别 limiting都一打退堂股就想说 这些钱我不如出国旅行 把它花掉好了 然后你就知道一切归零喔 那我自己后来的觉悟是 我台北市买不起 我先去买其他地方 我买得起的地方 但我不一定要自住 对 但要租得出去 所以很多人就跟我说 什么哪里风景优美 我说你要买房子 因为对我原来我已经不缺自住房 风景优美是本人最后一个考量 对 如果是出租的话 风景绝对不是最重要考量 风景优美非常非常的危险 那其实还有一个概念 就是其实陶迪的投资房概念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棒的 就第一间房不应该自住 我就前不久就遇到一个学弟 他租在那个延平南路的老西门町 其实老西门町房子并没有真的跪到哪去 因为那房子都很久了 可是因为他在那里是工作嘛 所以公司设在那 他就一直跟我抱怨说 戴友姐啊 这边的那个 他其实只是租一个不到20平的房子 他说我在这边等了很久 可是这个房东永远没有要卖我 因为这房东不缺钱 他想买房东不卖 对 但是我就从这里呢 从他房价大概 本来大概只有1000万 已经等到现在大概2000了 所以我的办公室还是租的 他觉得很惶恐 我说你真的有点阿大 你隔壁的套房有在卖啊 你为什么非得买你租的那一间 不用这么执着 你知道吗 我相信你也会做同样的建议 可是很多人 他是博士耶 他是我们台大博士 他突然恍然大悟说 哎呀 我早遇到你就好了 我们家隔壁 还有那个办公室的隔壁的隔壁都在卖 当时也只有一千万 我为什么要买我这一间 而且你当你的办公室 就在站在那一间的时候 人家价格你很难谈啊 对对对 是不是 你为什么这么专情呢 对啊 这逻辑其实是一样 就是为什么一定要坚持买自己 居住的地区 可是其实你买不起 然后你就放弃了 就继续等 然后那些钱可能就是出国旅游啊 吃喝玩意就花掉了 很多是这样子 所以你如果遇到我这位台大博士的学弟 因为他他已经在那里开一个公司 大家会到固定地点去找他 是这样子的公司的工作 你应该也会建议说 不然你要假拼啊 你为什么这么待呢 反正是一样的嘛 那是同一个地点嘛 一定要自住吗 没有啊 你其实是在买一个东西 让你的财富可以等值增加 对不对 对对对 就是用资产的概念 好所以呢 就是要有一些比较灵活的盘算 那为什么投资买房会人才两师 是因为之前很多人在教售中古屋投资数 都是在教你把一间分成很多间分租 对不对 都是做成分租套房 其实我一直觉得分租套房 那时候就劝大家不要买 因为装房成本也高哦 非常高现在 那万一其中有一个人有问题 那你怎么办 就是出租房都有这个风险 只是说买中古屋分隔层套房的话 我觉得特别是有些人 他是期待别人已经就是隔好给他 就是买现成可以收租的 那我觉得这里最大风险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说你未来其实如果要脱手 会相对很困难 因为你已经不是正常住家格局了 你未来要卖 别人也只能怀着那个租的目的 对你就只能再卖给投资客 可是投资客其实还是市场的小众 因为大众还是以自住的需求为主 所以你就改过之后你就很难还原了 然后第二个是说因为房子不是你 幸福好时光好就投资买房小心人才良事 今天我们谈的是陶笛的书买房也买自由 其实是改格局现在在少子化 大学越来越招不到人 是不是大学的旁边的房东都紧张了呢 我其实很早一直就是强调说 我们现在租房你要把视野放大一点 不要一直专注说你是要做学生出租房 因为现在一个很主流的族群 其实是上班族 所以像我自己在做包租代官 我也是锁定白领的上班族 这才是市长现在主流在租房子的 而且他们比较稳定 对不对 而且也比较注重他们的居住的品质 而且说实话学生真的比较难管理 就是如果他成为你的租客 因为学生第一个他做习不稳定 对 所以他管理上其实会比一般上班族 难度要更高一点 尤其谈到那个新冠 我在日本有一些出租房 后来很明显的就是 如果你是租给那些上班族家庭 他们没有走啊 他们就是本地人 可是如果是在学校附近 有租给学生的 学生就疫情就回国去了 你的房子也就会空一大堆 对不对 像我妈妈自己在 大概二三十年前是在台中逢家 那边也是跟人家去买那种出租的小套房 就大概十几年前也是 诶 怎么都租不掉了 就没有人要租 然后就卖掉了 逢家还是蛮糟的哟 对 但是你的房子会跟着折旧嘛 那大家租房是不是都喜欢新的 而且他们就是很可能 就一年喔 学生一年换一次房是 常有的事情 对 而且以前的那种 格好的那种套房 其实它的评宿或是它整个配置 就是现在的年轻人没有那么喜欢 就只好降价以求收 对 就会一直降降降 也觉得有一搭没一搭干脆卖掉 其实做学生宿舍是一个服务业 我觉得出租都是啦 好 你刚刚谈到了装修嘛 就是买那种人家已经帮你装好的 对 你未来除了会很难脱手之外 再来就是因为房子不是你装修的 所以如果租客住进去之后 发生什么要修缮的问题 你可能会不知道要怎么处理 或是你可能要花更多精力跟钱 才有办法把它修好 这个我也买过人家修好的房子 因为我最近觉得我快 就是再修房子就没命了 而且装潢成本喔 如果你预计是300一定会变500 以目前的状况 会一直追加 对 就是而且现在大部分的社区 你能够装的时间喔 大概不会超过六个小时耶 一天 非常的严格 所以现在装修期都拉得很长 然后费用都拉得很高 反正只要一刚开始跟你讲300了 我都请你自动加为500 至少要加个这个一半了 那么其实我最近在像台中有买房子 他是装修好但是人家是人家屋主自己装修好的二手屋啦 这样就比较省事就油漆一下就好了 对对 而且你可以确定他是屋主自住 我觉得问题在这里 对他的装潢才会是比较OK的 投资客的装潢是很可怕 就没力要帮把它定起来就好了 就是掩盖问题就好了嘛 不用选太好的建材 是所以呢 就其实买房是有一些学问的 那如果在买房子的时候 你在这本书里面有教大家 买中古屋 因为现在我真的觉得新房子要装潢 你知道吗 装潢用的是现金 对啊 房子买的是贷款 我最近真的常看到有人 买房子 比如说他只付了500万的贷款 其他500万的头期款 后面都是那个贷款 一贷30年 结果呢 装潢又付了500万 对 但是后者是 有时候装潢费比头期款还要多 是 就是 而且有时候会发生的事情啊 还有跟邻居的吵架 还有 尤其是中古屋 会有很多问题出现 买中古屋有什么一定要问的 你要教大家的呢 第一个我一定会问的就是 要先了解说 如果你今天就是走进一间 我觉得屋龄超过20年的中古屋 然后你进去却看到是非常新的装潢 你一定要了解这是什么时候装潢的 对 我会先问 可是他不一定会跟你讲真的 所以我的问法会是说 这装潢好漂亮哦 好像才 刚刚装修完很新 是什么时候装的 因为你先夸奖他 他有可能会说实话 可是中介有时候会告诉你说 人家本来是要当新房 我就看过这样的房子 我也看过 对 结果分手了 然后就说 因为分手了 想要离开这个伤心地 所以要卖这个房子 然后我走进去 他真的那个装潢 如果没有接触过装修的人 真的会被吸引 就是还算蛮有品味 然后现代简约风 可是我一敲那个墙壁 就三个房间 全部都是清格间 就是它不是水泥市场 我觉得新房子 清格间很正常 可是它是一个20年的中古屋 这就不太正常了 表示它全部砍掉重炼过 然后我们自己常做装修 所以看得出来 其实它那个装潢都是 比方说家居那些都是 就淘宝 便宜的啦 就买放一放 现在我跟你讲便宜很有品味 我也会买哦 是没有错 但是你知道吗 它那间房子 我后来一查实价登录 它才买八个月 然后它加了五百万要买 可是那个装潢顶多就是 五十万 对 我其实也会 就是 这一招我也会 就是你知道 现在那种便宜家具 有的时候就是 仿那种经典啊 有一些还是可以挑到不错的 是啊 但他们就是没有要用很久嘛 但是重点 那脸不是在家具啦 不是在那整个feel 而是那墙壁后面到底藏了些什么 就它体质好不好 然后天花板全部盖起来 你如果有一些臂癌漏水问题 你也看不到啊 所以我跟你说 我后来虽然我台中华买的太极 太极是因为 我给人家杀了一个价格 那那个仲介是我的好朋友 他真的很厉害 他就马上杀到了 你知道我坐远不想不熟悉 就只好买了是吗 可能我当初估价也太高 可是后来进去我就想说 其实我这样做还是对的 虽然买的很贵 可是问题是 我只要油漆就好了 要油漆比不要油漆来的安全 因为人家住过嘛 对对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这本书买房也买自由里面 有一段我个人觉得蛮娱乐的 而且我一边看一边笑 就是什么自地自建的梦 因为我们从乡下来的这个梦我也曾有过 后来我把我 我真的是自己去 差点去搬砖 就是自己做的装潢 为什么我现在觉得搞装潢很累 是因为我搞过 对 差点连房子都是我自己盖起来 后来就全部都卖光了 就是也没有赚什么钱 因为我觉得 一是什么做民宿服务业 是在开自己的生命的玩笑 然后去乡下弄房子 每次都进去当仆人 是怎么一回事 因为我当时也是真的就是有一个梦 因为大家不是都说 城市里面的房价太贵了吗 房子太就房价太高 你城市小孩 我是城市的孩子 城市的孩子才会有乡村梦 对你先问我 因为你去买地的时候 我刚把所有的都卖完 应该先问你的 对 而且还是会不死心 就一定要自己去走一遭 所以因为我那时候每年 大概2019 20年那时候 我每年都会去台东 我很喜欢看海 然后就每年去跑 我就在开始幻想说 如果我就真的去买一块地 然后就弄一个小小的农舍 自地自建 然后可不可以就是 过自己自足的幻想的生活 所以我就花了大概两年的时间 在整个台东海岸线 到处看地到处找 然后我曾经看过一件 那个仲介把我带去一个 你知道我那个车是皮卡 然后开到已经 我四轮船动第一次开启 就是为了要去看那块地 就一路爬到 已经那个路都比我车子还要窄了 然后真的是披荆斩棘 走出来那个路上去 小婷你觉得我现在看着你 都没有惊讶对不对 因为这样的地我还有 我送你 现在还有 我不要了 我不要了 再苗栗塞杀 就是我绝绝看到那个车 因为我朋友给他揪你知道 那时候我在忙 我就说好好我买里隔壁 结果那车开到那里的时候 我心里想说 哇在这里被杀了 我都不知道 是真的 我开到头皮发麻 然后上去 终于攻顶了这样 然后一看就是 他全壮 因为我那时候被广告吸引 他是说 卖大概300平的地 叫一分地 可是你就是 你可以用2万瓶 我想说为什么这么好 然后是真的很便宜 如果是2万瓶的话 我才去看 结果原来是他 全壮合法300平 然后他说 我跟那个 地主跟政府 还有租2000平 租期50年 他是跟政府国有地租的 所以你可以合法使用 我说那2万瓶是什么 他在那里干嘛 种竹笋吗 我不知道在做什么 他就说 他干嘛 2万瓶是 很便宜 对对 随便你用 对 意思就是 那你也不能砍发身体 他说你随便你要种什么都可以 反正这个山头几十年都没有人上来 我都还能够 但是他其实不是真的合法 对 所以我就想 哦 那其实我就是只有300瓶全种嘛 那也没有真的很便宜 他广告给我写2万瓶这样 其实都是非法占用 都这样啊 一整座山看到的都是你的啊 就真的 那种感觉而已 所以我这种城市来的孩子 就是我第一次知道原来这种 同一个国家还有这种自治疆土这样 对 可是后来还是你买的对不对 后来是买了一块地 我后来没有买 完全没有吗 我后来都没有买地 就是因为我后来算了一算 我觉得因为你知道 你蛮聪明的 你只有看耶 我就是看了一圈 我还以为你买了 没有没有 我后来没有买地 因为现金量太高了 你果然是聪明的孩子 对啊 因为地只能贷款五成啊 五六成而已 而且那个盖房子 你要全额现金耶 对 那我就掐子一算不行 你知道盖房子会出多少问题吗 真的太累了 因为我盖过 对 而且买农地 你比如说要取得农民身份 要等两年才可以盖农舍 对那或者你买人家已经盖好的 但是哦 动不动哦 你万一哪一个东西超出一个小规格 连楼上的一些什么 有时候他就给你盖空空的 你以为你用玻璃装起来没关系 不好意思 那个县的人就等在那里 他就是要罚你钱 对 现在农地盖农舍县是非常多 非常非常严格 然后税啊 我就曾经说 曾经税 本来前一年税只有四千块 因为那个房子就是已经买人家 本来就是合法的农舍 所以比较没有问题 第二天呢 那个县啊 就第二年 他这个县缺钱 我的房屋税八万 四千涨到八万 一年涨二十倍 宜兰县 我不骗你 听说台南也是这样涨的 很可怕 然后那时候八万要去 我就觉得天哪 这是什么涨二十倍 我那个代叔朋友跟我说 你不要叫 你就乖乖嚼吧 因为其中有一家家具工厂 他也是很多年前 就是有 他上面有铁皮棚子 他今年的房屋税是两百一十六万 于是我就很安静的把那八万缴 后来就撤离了所有的什么 什么民宿登记执照 就卖给就是附近的人 他这样涨一波 应该当时很多人要卖地吧 差不多 就很惨吧 后来那个八万 有经过一个退税 他有退给你 退了两万 还可以再退两万 那也是涨 缴了六万块 那就是涨十五倍嘛 所以那个法律是别人你的 我就这样子整个台东走了一圈 我觉悟了 恭喜你就当去玩就好了 真的 我后来还是回台南去买房子了 这比较正确不是吗 我就还是回到城市里面 你买房可以贷款八成 而且你是台南人吗 我不是台南人 我台中人 可是台南的房子比较容易租出去 市区附近 对不对 我后来也是看好台南的发展 所以我当时有去台南 自产 原来你没买 不过你那时候写到说 悬崖上的神秘富豪 真的蛮惊讶的 原来 台东好多有钱人的 他们很早就去台东买了 然后都是在那种山上 其实你看不见的 然后连那个有人带我去 我后来第二次想要自己再去看 我找不到那个路了 其实农地这样盖 做成这样又不是农舍 还是不合法的 它其实是合法 他们就是 其实有钱都可以 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处理的啦 总之它还是合法的 没有 你讲的那个野战部队装 我觉得很有趣 就是这些豪宅 因为它的屋顶都种树 对不对 所以如果要空拍的话 开到还是一片森林 怎么 他们屋顶全部设计绿覆盖 所以你空拍它是隐形的 你根本就看不到 但是绿覆盖本身 人家也不缺人力啦 他每个月派一个人去整理一下就好了 都有园丁在整理的 然后很多都是 我们在新闻上看到那种富豪 就是什么上市公司集团二代 其实他们都有在那边盖房子 可是都是每年度假用的 但可能平常就是有一个 有一个人在那边帮我们管理 这样子 都在台东长蛮多见识的 还好你没买 不过我觉得看一圈就当旅游 我也挺喜欢看房子的 对不对 后来因为我有待在那边一小段时间 然后我当时就是住在一个 可以看到海的小透天 我光是住在那里的那段时间 我每天都觉得 我光是要修一个灯泡 然后通一个马桶 我都很无力 我都不知道要去哪里请人来帮忙 好逃底的买房也买自由 谢谢大家 好逃底的买房